咱们为了把一个产品能够讲得透彻 我们会把这个产品分成视听片和拆解片 两部分来做 还没有看这个音箱的视听部分内容的 大家可以去我主页看一下这个音箱的视听部分的内容 然后再来看这个拆解部分 就可以知道这个产品性价比有多高了 我现在就是把这个箱子全部拆解开 让大家看看内部的做工和用料 还是那句话呀 大家要看这些产品的拆解 大家看我的视频就可以了 不要动手去拆它 一拆了过后 这个外观就会被破坏掉 而且还会上市保修 我们先把这个音箱的前面罩把它打开 这个音箱的缓震脚垫还是挺厚的 我们从这里把盖子撬开 这个是音箱的前面罩 喇叭是用螺丝进行固定的 螺丝卸掉以后 我们就可以拿出单元 这一个是高音喇叭 这一个是内部的中低音单元 内部的吸音棉是用胶水粘在这个喇叭上面的 喇叭的连接线都有这种海绵把它包住的 防止线材在里面引起公正 箱体内部还有一个分屏器 这就是电感电容组成的感容二阶分屏器 这个是音箱的倒向管 这个是喇叭的正负级接线柱 箱体内部设置有加强筋 同样的方法 取开主音箱的前面罩 不同的是前面罩的底部是有控制板的 控制板的连接排线焊接在这个板子上面的 上面有泡棉进行保护 卸掉喇叭上面的螺丝以后 我们就可以拿出这个喇叭 这个是中低音单元 后面的吸音棉也是粘在上面的 这个是高音单元 可以看到内部的公放板 公放板一共被8颗螺丝固定 拿出这个公放板 可以看到内部所有的导线 都有海绵包住的防止共振 这个是控制板的排线 端开排线以后 就可以把这个面罩拿出来 主箱体上面的倒向管 箱体的MDF板子厚度是9.5毫米 前面板的厚度是12毫米 主箱上面的感容二接分泌器 在主板上面 这里有两根导线 分别连接高音和低音 这一个单独的模块 它是电源模块 为这个公放模块进行供电的 这一块则是这个箱子的最主要的部分 就是公放部分 这个是喇叭的输出接线柱 直接连接到副箱的这一个接线柱上面 这个就是开关电源模块 外部有麦拉片做绝缘处理 这个主箱上面的这块板子是铝合金的 这一块是TRS平衡输入 这上面有屏蔽罩 这个屏蔽罩就是用来抗干扰的 平衡输入的话 它的音质会更好一点 这就是这个漫步者MR3BT 拆下来所有的东西 中低音单元 高音喇叭单元 箱子两个很有特色的倒向管 音箱的电源板 音箱的供放板 加二接分泌器 我现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漫步者MR3BT 有缘监听音箱内部的电路及元器件 首先就是它的核心部件电源部分 电源是音箱的心脏 负责把家用交流电 转换成稳定的直流电 为后续的供放电路供电 先看保险师 来自东莞贝特电子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5年932系列2A 250V慢容断型 电流超标就会熔断保护电路 旁边下面这里是供膜电感 绿组高频噪声 让电源纯净 这后面还有一个大的供膜电感 功能是差不多的 这颗安规X2电容 0.22微法 275V 出自东莞市达福电子有限公司 2011年成立 专注于安规电容 消除火线零线干扰 赖高压又安全 这颗整流桥 深圳鲁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出品 这家公司成立于2002年 规格是三安 赖压1000V 负责把交流电 转换成直流电 这颗47微法 400V高压滤波电解电容 来自东莞新一节电子科技 这家公司成立于2010年 这颗电容用于滤屏 麦动直流电 电源的核心是QR主控芯片 深圳新茂微电子有限公司出品 2012年成立 型号是LP3799F-B 48瓦输出 准协胜技术 一体化带MOS管封装 高效杰仁 这一颗4.7微法 耐压50V的电容 也是东莞新一节的 负责为主控芯片提供电力来源 变压器负责降压隔离 这颗安规Y电容 负责隔离和安全 厂家也是来自东莞达福电子 刺激有同步整流芯片 也是深圳冒新威的 型号LP3588CS 带MOS管一体封装 效率高输出稳 两颗1000微法 耐压25V的滤波电容 加这中间一颗滤波电感 两颗电容的厂家都是东莞新一节电子的 两颗电容加电感 用于平滑电流 降低纹波输出 这就是这个MR23BT的电源部分 国产元件齐聚 性能和成本可谓是双赢啊 重点来介绍它的供放电路部分 音箱的大佬 负责音频信号处理和放大 干货满满 咱们直接开讲 用户控制 输入输出部分 蓝牙配对按键 按下后 触发蓝牙芯片进入配对模式 轻松连接手机等设备 高低音 震音旋钮 通过旋钮调节低音和高音的强度 改变电阻组织 控制信号放大倍速 调音随心所悦 前置面板3.5毫米耳机输出 采用后面要介绍的JL7016驱动 左右声道输出滤波 使用100微法 6.3V电容各一颗 确保耳机坚定时的 信号纯净无杂音 AUX输入 用于接手机和MP3的设备 TRS平衡输入 后置左右声道一对 专业抗干扰设计 接回音台等设备 RCA模拟输入 后置一对 兼容CD和电视机等等 然后来给大家介绍 这个板子上面的核心的芯片 蓝牙芯片 珠海杰里科技的JL7016 2012年成立蓝牙音频芯片 支持蓝牙5.3 接收和解码蓝牙信号 还驱动3.5毫米耳机输出 音频DAC芯片 德州仪器TI的TAS5805M 1930年成立半导体巨头 这款芯片集成了DAC和PWM调制器 将输制音频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 并直接驱动扬声器效率高 音质出色 音频ADC芯片 也是出自德州仪器 型号PCM1808 将模拟输入信号 如AUX RCA TRS 转为输制信号 输送给刚刚介绍的德州仪器的5805 高精度采样确保音质无损 运上放大芯片 一共用了5颗来自上海的先级集成电路 信号LTC722 这家公司2008年成立主音模拟芯片 具体的分工给大家讲一下 这一颗负责AUX输入信号 这一颗负责高低音真一旋流的调节信号 这一颗负责RCA模拟输入信号 然后就是这两颗负责处理TRS平衡输入信号 然后就是这一块板子的电源与滤波设计 这一颗是来自台湾有顺科技股份的UTC78D05L 这家公司1990年成立主音模拟IC 这个IC接受开关电源的输出 然后转换为5V的电压输出 这一颗芯片是来自美台半导体的AJ117H 这家公司1959年成立主音分立器件和模拟IC 接收前面的5V输入 输出3.3V 为PCM1808供电 这一颗芯片 北京盛曼外电子的SGM2225 2007年成立主音高性能模拟IC 也是接收前面的5V输入 输出3.3V电压 为JL7016供电 这一颗78D05L 输出5V给这两颗芯片的同时 还会输出一部分电流 为这5颗运算放大芯片进行供电 左右伸道的输入滤波 采用新中原电子的470V法 蓝牙25V的电解电容 这家公司2005年成立主音电解电容 滤除输入电流的砸波 同时左右伸道各连着一颗22Ω的功率电阻 用于线流保护电路稳定信号减少震荡 这一颗78D05L输入端 一颗220V法25V的滤波铁片电容 厂家没有查到 这一颗AJ1117H和SGM2225 输入端是100V法10V的铁片电容 输出端则是100V法6.3V的铁片电容 左右伸道的输出滤波 两颗10V亨的电感和一颗共膜电感 组成滤波电路 用于滤除供放输出噪声 左伸道右伸道配置是一样的 然后就是左右伸道的二阶分明器 各有两颗电感和两颗电容组成 将音频信号分为高频和低频 分别送至高音和低音单元 提升音质的层次感 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工作原理 电源芯片提供稳定的5V和3.3V的电压 J27016和PCM1808处理输入信号 并驱动耳机输出 5颗LTC722运算放大芯片 优化信号 德州仪器的TAS5805M放大信号 并用来驱动扬声器 感容二阶分明器实现高低音的分离 滤波电容和电感 还有这些功率电阻 用于净化信号保护电路 尤其是左右声道输入的 470V25V的电解电容 加22Ω的电阻组合 确保信号干净又安全 这套设计让这款漫步者 MR3BT在同价位产品中 音质出众功能丰富 性价比可谓是浪漫吧 试听和拆解了漫步者 MR3BT有缘监听一样 聊完内部的细节后 我还是给大家来个总结吧 看看它到底怎样 它的音质表现 德州仪器的数字功放芯片 和感容二阶分明器 高低音分离气息 低频下潜不够深 但是也够用 高频细节很不错 音质干净 动态范围可圈可点 解析力和声场 虽然比不上高端型号 但是作为入门级监听音箱 日常听音和基础的混音 觉得是够用了啊 内部的用料 强茂微电子QR开关电源套件 工方电路采用德州仪器的 TAS5805M和PCM1808 蓝牙芯片则是珠海接力的JL7016 晕扇芯片用了五颗 上海先级半导体的LTC722 稳压芯片 有顺的 美台的 北京圣邦威的 这些器件都是大厂出品 性能非常稳定 总的来说 这款音箱 适合预算有限的音乐爱好者 入门级的音频制作者 但是对于追求极致监定效果的 专业人士来说 可能稍显基础 它的音质和用料 对得起这个价格 定位明确 入门级用户值得考虑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手机 你们的支持 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的观看